好 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们进入我们刘顿定律部分的复习 那么刘顿定律的部分内容的话 其实它的知识并不多 就是三大定律以及一些应用而已 但是我们平时做题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问题主要是在于我们对于一些基本题型的处理上 会有一些不熟练 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的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就是我们的惯性定律 就是一些物体 在它所受力的时候 或者说受力平衡的时候 它会保持静止的状态 或者说运速直线的运动状态 那么第二定律的话 其实它所表达的意思是 一个物体它所受到的F是我们的核外力 它自己本身的加速度和它核外力是成正比的 它本身所用的加速度和它的质量是成反比的 所以我们有黑板这个式子F它正好等于M乘以A F你们要注意它指的不是推力 而指的是我们一个物体的核外力 那么你问第三定律呢 是最简单的一条 叫做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就是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它们永远都是等大反向的 那么你们在大年高一学的时候 可能应该知道摩擦力 它是等大反向的 接触面的弹力 它是等大反向的 那么除了我们这些接触的力 它是等大反向的 一些非接触力 它也是等大反向的 比如说A电荷对B电荷有一个F1的斥力 那么反过来B电荷对A电荷 就应该有一个大小也为F1的斥力 而且这两个力应该是贡献并且等大反向 再比如说 比如说邓成老师 它是100公斤 当然我们说的比较保守 可能不止100公斤 那么地球对邓成老师 它的吸引力是1000纽顿 那么反过来我们就应该知道 邓成老师对地球的吸引力 它也是1000纽顿 是吧 这两个力应该也是等大反向 而且还是贡献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利率 那么关于牛顿利率 我们最金属的应用 其实就是 其实我们在做牛顿的题目都非常简单 一般来说 首先对一个物体进行受理分析 然后呢 限制作标系 限制作标系 限制作标系之后呢 然后我们Fx等于MAx Fy等于MAY 当然大部分题目 大部分题目的话 一般就有一个方向有加速度 但如果它 其实主要是我们 缩材器见得比较好 举个例子 比如这样一个题目 一个物体 它的质量为M 它沿着一个θ角的斜面 好像滑 它和我们斜面的接送面 接送面的摩擦系数为MU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这样一个题目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的受力 肯定受到这样几个例 首先受到一个重力 都应该知道 还受到一个含力 以及受到一个摩擦力 是吧 那么我们在建议作标系的时候呢 就非常有讲究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物体也在写面下滑的 那么它的加速度 肯定是沿着写面方向的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你傻一点的话 你会这样建议作标系 就是这样建议一个 这样建议一个 这是我们的X方向 比如这是我们的X方向 这是我们的Y方向 那个这样的进度团体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计算的时候就非常麻烦 是吧 首先呢 X方向的合力 等于M乘以AX 所以你需要把这个A 做一个分解 而这个A呢 有一个这个方向的分量 以及一个这个方向的分量 然后呢 FY等于MAY 这样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麻烦呢 我们一般选取方法是这样的 就是把加速度的方向 列为我们坐标走的方向 这样的话计算起来会简单很多 就以这道具为例的话 我们如果这样去做就很简单 我们建议这样的指标去 这个为我们的X轴 然后呢 这个为我们的Y轴 这样的话 Y方向它应该是受力平衡的 所以N减去MG乘以cosθ 它应该等于0 因为这个角等于θ角 就应该非常容易发现 所以做了这么多类型物理题了 是吧 然后呢 FX呢 X方向应该是MG乘以3θ 是吧 然后呢 再减去我们的摩擦阻力 它应该等于M乘以A 通过这个式子 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算出来 我们加速度大小 是吧 通过合理的建立周达线 让某一个方向的加速度为0 这样的话 这个方向它就是合力为0 另外一个方向存在加速度 可以让我们计算的更加简单一点 然后后面我们解方程碑 是吧 因为F等于Nμ嘛 这个N等于这么一坨东西 所以呢 FX等于MG乘以3θ 减去μMG 靠3θ 它应该等于MA 就很容易算出来 A等于什么 G3θ 减去μG 靠3θ 就算出来我们的结果了 我们一般来说 建立周达线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 把我们的加速度方向 列为我们的周达线方向 只有少量停步 不是这样见的 少量停步什么停步 我们后面会给同学们进行分析 这是我们解决 刘顿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应用 当然后面还 后面的课程 我们还会分析一些 比较其他的比较难料 比如说什么顺时加速度问题 连接体问题 动力线领界问题 我们后面再分析 先把一些技术内容 给他们都过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部份内容的话 还有知识同学们 可能也会 在高1到高3都在用 但是总是不太熟练 叫做超重和失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记住一些结论吧 首先加速度朝下 就应该是失重的 加速度朝上 就是超重的吧 比如说你在一个电梯里面的话 加速度朝上 所谓超重失重 其实就是你所感受的了 地面的弹力的大小 地面弹力大于重力 就是超重 地面弹力小于重力 就是失重 没错吧 所以弹力是一个最核心的量 那么在这个题目中呢 弹力N减去MG 它应该等于MA 就很容易算出来 N等于多少啊 M乘以G加A 这是一个非常简形的超重问题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人 它是 也是这样的啊 在加速度朝下的话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它还受到一个弹力N 还受到一个重力MG 主要在这个例子中呢 就变成MG 减去N等于MA了 是吧 重力减去残力等于MA 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算 它N等于多少呢 等于M 乘以G等A 是吧 所以你们可以记住啊 加速度朝上是超重 加速度朝下是失重 比如说 加速度朝上 是不是有两种可能性啊 一种叫做 向上加速 所以加速度朝上 还有一种是 向下减速 它也是加速度朝上吧 比如说坐电梯的时候 电梯在启动的时候 向上启动的时候 加速度朝上超重 那么电梯往下减速的时候 快要停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啊 朝动现象 那再比如说 我们的加速度朝下 它是失重 那么加速度朝下 朝下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朝上减速 朝上减速的话 是不是非常典型的 加速度朝下 比如说电梯 往上走快停的时候 加速度就是朝下 因为它朝上减速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朝下加速 比如说电梯往楼下走的时候 它启动的时候 就朝下加速吧 它也是失重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 操动和失重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些题目啊 首先第一题是一个 关于惯性的题目啊 那么我们的 刘顿低定律 也称之为惯性定律 但是可能由 极少数的同学 到目前为止 还不完全清楚 惯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在很多题目中 如果你不知道 惯性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把惯性这个词 换成质量就可以了 因为质量 需要衡量一个物体 它惯性大小的物理量 质量越大 一个物体的惯性就越大 质量越小 一个物体的惯性 它就越小 那么A 静止的物体 它是没有惯性的 肯定是错的 是吧 因为 只要有数量的物体 它就是有惯性的 所以A是错的啊 运动的物体 它有惯性 没有问题啊 静止的物体 也有保持自己 静止状态的一个惯性吧 质量越大的物体 惯性越大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就在行驶的两样 去说 行驶快的物体 不容易停下来 所以惯性大 是错的啊 只不过是因为 行驶快的物体 它从运动状态 变成静止状态 速度的改变量比较大 所以比较难以停下来 并不是由于 我们的惯性比较大 那么最后一个 自由下落的物体 处于完全失重的状态 惯性就会消失 对不对呢 还是错的啊 实际上自由下落的物体 它肯定是处于一个 完全失重的状态 这没有问题的啊 比如说那个 俄罗斯 它有一个 那位企业 完全失重的 这么一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就是把你 飞到一飞机上去啊 飞机飞飞 飞飞到天上去之后 啪啊 飞机关闭发动机 开始往下俯冲啊 以机往下俯冲啊 据说你在飞机里面 就是完全失重的 但是你还是有惯性的 因为你是有质量的 OK 所以它也是错的 所以中上所述呢 正确的答案呢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2B选项 我们继续啊 下面是我们的第二道题啊 人站在地面上 先将两腿弯曲 再用力蹬地 这时候我们可以跳离地面 人能够跳离地面的原因在于啊 什么原因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 我想跳起来 我肯定现在弯压腿了 Q的腿跳起来是不是啊 腿直是没法跳 腿直是能跳 是僵尸啊 人对地球的吸引力 大于地球对人的吸引力啊 刘大爷的第三定律 已经妥妥地告诉我们 这是错的吧 在任何情况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都是等大反向 而且还贡献的吧 无论你是有加速度的 还是没加速度的 无论你做直线运动 还是做曲线运动 是吧 无论你速度快 还是速度慢 还是静止 这个结论 它都是永远成立的啊 那么B 物体对地面的产力 大于人对地面的产力 对不对呢 物体 地面对人的产力 大于人对地面的产力 啊 这还是一个错误的吧 是吧 仍然违反我们的 有个第三定律吧 那么第三条 地面对人的产力 大于地面 地球对人的吸引力 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是吧 地球对人的吸引力 我们在这边 就可以认为是重力 没错吧 弹力大于重力 是不是非常简形的 一个超重现象 你想想也是嘛 我在人类网上 网上蹦的时候 在加速度朝什么方向 加速度是不是朝上 所以人这时候是超重的 超重就意味着说 弹力应该大于我的重力吧 是它正确的 但如果你直接使用 牛顿第二阶律 去解释也没有问题啊 就是我们的人 在地面上 来我们画个小人吧 画胖一点 坑神啊 坑神啊 他在地面上 坦力它大于重力的时候 这时候加速度 它应该是朝上的嘛 人才可以往上加速嘛 才可以蹦起来吧 所以这个C 它是正确的 那么最后一个 人除了受到地面坦力之外 还受到一个 朝上的力 你能给我找出来吗 能找出来吗 你说啊 我特别使劲 这个使劲 这个使劲是不是一个力呢 当然不是吧 你使劲 只是强迫地面 给你一个坦力而已 是吧 所以使我们朝上的力 归根结底 其实还是地面的弹力 对吧 只不过做工的不是地面 是你自己而已 OK 所以答案选什么呢 答案应该选择 我们的3C选项啊 那么第三道题是我们 关于柳顿第二定律的 一个非常精简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我 只要讲到柳顿定律 就会必讲的一个题目 说有一辆有动力驱动的车子 放在我们的弹簧上 左端固定在小车上 右端与一个小球相连 在某一端时间内 小车 球之和车相对禁止 而且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忽略我们小球 和车之间的摩擦力 则此段时间内有可能是 有人一看 哦 弹簧是压缩的是吧 呃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 如果我们小车 在往这个方向开的时候 我突然搜了一声开始减速了 减速的时候呢 这个小球由于惯性 还得远速往前跑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压缩弹簧的趋势 所以呢 应该是朝左运动 而且是减速的 这个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判断方法是初中生比较喜欢的方法 高中生呢 我们有更加合适 更加爽的方法 那么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刚才我们判断方法是正确的 用的是我们的刘顿低定律 就是我们的惯性几率进行判断的 利用惯性去慢慢去推导这个过程 但是呢 我们在高中呢 其实学的更重要的是力 它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要分析运动 先把力分析清楚 那么这个物体啊 它在水平方向上指出一个力 就是我们这个小球是吧 它指出了一个水平朝右的弹力F 比如说这个F从哪来啊 题目中已经告诉你了 是不是啊 这一个弹簧它处于压缩状态 所以呢 它提供的不是拉力 而是弹力 既然这个物体的 说到水平方向 所说的合力 是朝右的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 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必然应该是朝右的 加速度朝右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朝右加速没有问题 第二种朝左减速也没有问题 刚才我们用惯性凌律分析的 是不是就第二条 朝左减速 所以呢 这要提答有两个 朝右加速或者是朝左减速 是吧 你会发现我们用我们的 柳正第二凌律分析这样的运动问题 比我们使用惯性凌律分析 要简单很多 简洁很多 而且呢 考虑的更加全面 更加到位 是吧 非常节省我们的脑力活动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A选项 以及我们的4D选项 第一次题 第一次题这个题目 应该叫做等时元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有一个语言 A D B D C D 是同一个平面内的细感 A B C呢 同于同样的语言周上 A点是最高点 D点是我们的最低点 那么现在从A B C 三个地方释放小环 那么请问到达D点的时间 分别多少 这个题目有人可能知道答案 应该选择什么 应该选择4D选项 三个时间 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证明吧 比如一个物体 从这个点滑下去 连一条线 为什么连一条线呢 你们如果数学稍微好一点 同学 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A B D 这个角度应该是90度 直径 所对应的 圆 圆 圆什么角 圆心的不是 反正就是对那个什么角 就是圆 什么角 这个角应该等于90度 这没错吧 既然这个角对于90度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从B点到D点 比如说我们脚的这个角度 是这套角的话 是吧 从B点到D点 我们加速度 沿着我们加速度 这个方向 重力是在这个方向 重力沿着BD方向的加速度多少 加速度A0多少 应该是G乘什么 G乘以30 应该是G乘以cos 然后我们B到D的距离 应该是两倍的R乘以cos 所以我们读书二分之一A 就是G乘以cos 再乘以T的平方 等于我们走过的位移 这个位移是不是从B到D 从B到D的长度 是不是两倍的R乘以cos 你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东西 两边的cos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得出什么呢 得出时间T等于根号下4倍的R 再除以C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角度 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从A到D是这个时间 你从B到D还是这个时间 你从C到D它还是这个时间 没有任何的差别 所以这些答案应该选择 4D选项 那么讲完这道题之后 其实这个解论在有些题目中 其实可以大大去降低我们对某一些题的计算 比如说有这样一道题 先有个墙壁 有个地面 在L的地方 我们撑起了一根杆子 C它脚 从顶端开始一个环 人的杆子往下滑 请问C它脚为多大的时候 我们下滑的时间是最短的 下滑时间是最短的 怎么做呢 C它脚接近于90度的时候 斜边无限长 时间是无穷大的 当我们C它脚接近于0度的时候 加速度是无穷小的 时间还是无穷大的 所以都不对 这肯定是中间的某一个值 是没错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值呢 这时候用这个等式约就非常有意思 你们知道对于同样一个圆来说 从A点到B点 这个圆半径越小 从A点到D点的时间是不是越短 从B点到D点的时间是不是也越短 因为我们半径越大的话 这个下滑的高度就越高 所以我们的时间就越长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做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有一个圆 它和我们最低点相切 而且还和我们右边这个墙壁接触了 对接触可以的相交 也可以的相切 这个圆怎么画 这个圆怎么画 可以任意画是不是 只有我们可以这样画一个特别大的圆 是不是可以画这样一个圆 我们可以画这样一个圆 是吧 你看和几边相切是不是 和右边这个有一个焦点 和一个焦点 上面还有一个焦点 那我们画这个圆有什么意思呢 画这个圆的意思可大了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点滑下来 以及从这个点滑下来 时间是不是还相等的 它都等于我们从顶端做自由落体的时间吧 是这样吧 那么从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圆画的越小 那么从顶端到底端的时间是不是就越短 那么怎么画语言是最小的呢 你就把它语言说说说说 说到什么时候最小 是不是说到这个时候最小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叫做两端都相切的时候是最小的 这样是不是应该最小的 和底端相切 和右边也是相切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语言是最小的 你画不出更小的语言 这时候呢 沿这条轨迹过来 而这个长度是L 这个半径就是L 这个半径就是L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时间最短的 那么这个角度定多少度啊 是不是应该是45度啊 所以45度下滑时间应该是最短的 当然我们可以用代数把这个结论证明一下 因为你看 这是最大角是吧 所以我们的加速度是 A等于G乘以3也最大 然后呢 这个距离呢 S等于什么呢 S等于L除以cosθ 是吧 我们来算一下 二分之一 A T方等于S 二分之一 TG三以θ 乘以T平方等于L除以cosθ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T方等于两倍的L 三以θ 你会发现啊 这个三以θ 考三以θ 定什么 三以θ 考三以θ 等于二分之一倍的三以二θ 当我们的θ角定于45度的时候 三以二θ最大值 所以我们的分母有最大值 整个分数有最小值 时间是最短的 所以我们用代数方法也能算出这个结论啊 也是可以的啊 这是我们来等十元模型啊